男人将五颗炸弹贴在门上 面露凝重的后退三步 随着按下遥控 一道能量罩瞬间将炸弹隔绝 眼看一切准备就绪 佐德将军立马引爆炸弹 可随着一阵地动山摇的爆炸过后 厚重的肛门却纹丝不动 他们面露绝望 无法打开大门就无法阻止 布莱尼亚克毁灭可行 不料这是塞格却发现了门上的标志 正是埃尔家族和佐德家族的结合 只要利用家族的血脉就能打开大门 可就在他们割破手掌要低血时 亚当却突然出现要阻止他们 但很显然塞格并不打算停下 随着血液滴落 家族标志爆发光芒 厚重的肛门也随着打开 然而里面被冰封的竟然是一只怪物 可没等他们吃惊 一群持枪的守卫冲了进来 亚当健壮连忙仕途劝说 因为他知道里面封印的是什么 那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杀戮机器 并且无法被摧毁 一旦将它放出 布莱尼亚克没到来前 整个星球就会先被毁灭 而趁亚当说话的功夫缸门开始关闭 但激进的佐德将军却不管那么多 直接开枪射杀了守卫 一瞬间大战爆发 在佐德的精准枪法下 无端有守卫成为枪下王国 但毕竟对方人多是主 好在危机时刻赛格找到了离开的路 可就在他们成功逃跑时 佐德将军的侧父却被击住